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這個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韓版這個兩週年的一個紀念活動 那它的內容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小編呢,針對一些重點 那也是台版玩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些重點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比較有一點畫面的這個分享 要不然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較片面性的文字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看到的是這個商城的部分 那商城的部分它今天開賣的有這個 上次除了有這個啦,上次這個是兩週年的 算是提前的一個獎勵箱 那今天的話開賣這個第二個獎勵箱 那它買回來之後呢,就是一些經驗藥水 它有那個TJ的優惠券,然後還有一個經驗的藥水 跟一個成長包 好,那這些東西我們會再另外來做一個介紹 那TJ優惠券的話,就是在這邊 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好,那TJ優惠券的話它所有的這個項目都在這邊 它總共有分成恢復強化,然後娃娃跟變身 那這幾個是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和你要選擇什麼用途這樣子 那這一次大家期待的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職業的新技能 那職業的新技能其實我現在這個是暗黑騎士 除了它,只有少數的技能調整 應該說只有一招技能新增之外 其他就比較少去調整 不過如果你換一個職業來看 在這個魔法阿嬤 這個魔法商人裡面呢 一到最下面都會有一招大概是一千萬 一千萬左右的這個新的這個技能 在這邊可以購買 那它可以購買的這個千萬級技能 包括有這個黑妖 黑妖的這個結合提升 然後槍手的魔力提升 妖精的精靈重力 還有騎士的單手雙手劍的精通 這幾招都是可以從魔法阿嬤這邊去買到的 要注意一下那個單手劍跟雙手劍的精通 這兩招是增加攻擊力的 那這個詳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大不鐵 上次我們有整理過這個新技能 我這邊就不再去多講這些技能的說明 但是一個蠻重要的就是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這邊有一個新的NPC 它賣了所有職業 你所有職業來這邊找它 它都會賣你一招新的技能 可是你看這個價錢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非常的誇張 它總共每一招喔 它每一個 它只一個職業賣一個技能 那那個價格就是180萬的名譽幣 180萬名譽幣 這個要存多久才存得到呢 這一招的話其實是蠻高階的技能 這一招都是蠻高階的 所有職業都一樣 它是蠻高階的技能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能力啊 去存到這個 180萬的話 你就可以去用 像我現在只有4萬多 那如何去獲得這個雪盟幣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 第一個是從 城堡商店喔 你如果有城堡的話 你就去買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是直接去做這個雪盟捐獻 雪盟捐獻裡面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高階捐獻 一次的話900賺你可以拿到9000 300賺你可以拿到3000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快速累積 但是就是要課金啦 那既然講到這邊 我們也特別講一個 這個 新的這個設定喔 就是它這一次兩週年的時候 它這個有一個活動 就是你做一般的捐獻 你就可以拿到200 每捐獻一次 就拿到200片葉子 那這個的話就是 每捐獻一次就是600片葉子 就是1800這樣子 然後雪盟的千道獎勵啊 它也不一樣喔 它根據不同的人數 會給你不同階級的這種箱子 好那我今天開起來 從這邊我是開到這個 31嘛 我是開到這個 就拿到一箱 好一個箱子 那裡面有這個 好像是變身幣 好像兩種幣啦 兩種幣 各100個 這個這個獎勵是還不錯的喔 比平常來說 真的是優惡優惡太多了喔 然後再來 下一個部分喔 技能喔 我們剛才講到有一個技能的部分 其實還少了 漏獎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以前大家都知道有這個 呃 紫技嘛 紅技嘛 那現在喔 金技都出現了喔 金技都出現了 那這個金技我現在是 黑暗其次的喔 我們把它切換到 全職業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金技真的非常非常的誇張 好我是說畫面喔 來 這個就是五招 目前的五招 目前推出的這個五招金技能喔 第一個 第一個是王族的這個 呃 帝國屏障 好他可以指定讓某 呃 某一個 選謀成員變成是一個無敵的狀態 這張是金技能 神話級的技能 那第二個就是騎士的啊 這個是技術書嘛 那這個的話就是 呃 可以遠距離衝雲敵人的這個技能 第三個 這個是那時候最多玩家 呃 去討論的喔 最多玩家討論的就是 妖精的元素大師 這一招就是讓你學兩個屬性喔 譬如說 風加火 風加水 風加地 這種屬性的這個技能 他是金色的 神話級技能齁 魔不其然是神話級技能 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這個不知道多少成本才有辦法去弄到 然後再來 這個法術齁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麼 沒錯啦 就是召喚術齁 他是護衛 手衛 召喚 就召喚守護者這樣子 這個金色的技能齁 召喚術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 暗黑騎士的 暗黑騎士的技能 他直接就金色了齁 這個是 呃 復仇屏上那一個 強化的 這個很可怕 這五招 目前只有推出五招啦 那 槍手黑妖 都還沒有出齁 槍手黑妖還有還有一個什麼 龍鬥齁 龍鬥都還沒有出金技能 這個大家可以再去 特別去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 我們再回到商城來看齁 今天更新之後 他推出了一個新的 這個 以前是徽章嘛 那他現在這個的話 他就不叫徽章了齁 他已經改名叫做 印章齁 如果翻成台灣的中文的話 就叫做印章 那他是恢復印章 那這個印章主要是增加 藥水的這個回復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從加零開始他就會加 2%的藥褲回復率 跟藥水恢復量加2 那每一強化一階 就是加2 加2這樣子 大家可以繼續看 他是依序提升的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最高到18% 然後這個藥水恢復量的話 最多也是加到18 然後要注意的齁 從第三階開始 從第三階開始 會有增加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 藥水的冷卻時間降低 1% 從1%開始 然後再來減傷加1 這個蠻重要的齁 從第三階開始就會加減傷了齁 然後這邊1 1 1 這邊 第四 第五階開始就 再跳上去齁 這樣一直這樣下去齁 最多的話就是到 藥水恢復 那個藥水的CD時間 減少5% 然後減傷加5 這個是最高階的 後面還有啦 後面還有一些更多的這個能力齁 那大家再自己去看 但是這一顆其實已經很OP了 因為你看齁 他除了藥水恢復率以外齁 這個是藍耳的用途 然後他再加了一個減傷齁 這個是黑耳的用途 所以他 紅耳紅耳是紅耳的用途 所以他等於是整合了 藍加紅耳 這兩個耳環 然後變成是一個徽章 那你可能會想啊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裝備齁 對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裝備 他不會讓你二選一齁 因為你兩個都買的話 當然對這個遊戲來說 對能力來說是可以提升最多 那對公司來說也可以賺最多 所以呢 他這一次齁 我們原本的徽章是裝在這裡嗎 他這一次把它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 所以我現在身上裝了這兩顆 我們看一下齁 我現在身上裝了這兩顆 所以這兩顆都是獨立的 他可以一直裝兩顆 然後除此之外齁 再來看這邊齁 這裡的話原本是符石嘛 符紋嘛齁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 這個所謂的遺物袋 遺物袋 它裡面可以有開出那個遺物嘛 以前這兩個是重複的 就是你只能二選一嘛 那現在的話他把它獨立出來 所以你可以同時裝符石 也可以再裝個這個遺物袋 去增加這個效果 然後 他又新增了一個新的格子 那這個格子目前還沒有告訴我們說 要 推出什麼 所以他顯示一個問號 好 那勢必 沒有意外的話啦 猜測來說 這個應該就是 一樣要從商城裡面去購買的一些東西 那 如果有玩過PC版呢 或許可以猜猜看 或許可以猜猜看 這個 這個葫蘆裡面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我相信應該是不難猜啦 我相信應該是不難猜 因為 所以這個天堂二十年換湯不換藥 換走方式 繼續讓你課金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給他拆一下 好好的給他拆一下 好好的給他拆一下 然後再來 大家很多人都期待啊 因為你的視頻有沒有 視頻 有些人衝了加四 衝了加五加六 結果發現不能轉移喔 那怎麼辦 所以呢 這一次這個活動啊 他們就也讓大家方便啊 就推出了這個 可以轉移的活動 從加四以上喔 從加四以上可以去轉移喔 髮專 AR製的東西 包括你的耳環跟戒指 時代朴耳 tuo 和時代朴戒指 一般的可以去轉移 那 強化的 祝福的 祝福的也可以在轉移 那 他的每一次轉移費用 都是有一個四萬塊的基本費喔 所以你可以無限去轉 你要轉到哪隻角色身上用的 都可以 或者是要去衝 看有沒有機會衝過去 都可以 每次转移都是4万块 那他活动期间就不限次数 让你去想转就转这样子 然后再来两周年的活动 把每日签到的这个内容 调整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每日签到内容 基本上是绿油油的一片 每天拿的都是这个300 400 500片的这个叶子 但是每隔7天 他会就有这种商城饰品 比如说耳环戒指 然后手护符纹 应该说徽章 然后还有这个 闪亮T恤 然后第35天的时候 他会给你 直接蓝变狼王各一只 35天直接给你蓝变狼王一只 然后连续签到的奖励 大家看一下 连续5天给2个 连续10天给4个纯白的万能药 给的算是很好 过后呢就是每一天再给你500片的叶子 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 所以不会当无业游民 虽然说还是会啦 但是至少可以撑一下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韩版 两周年的一个改版之外 比较有画面可以让大家去看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是有什么想知道的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小编都会尽量来帮大家解答 那还没有订阅朋友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加订阅 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